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什么情况 电机是稳了 心里失常 刚才停跳一次 CPR和出站后恢复 又停跳了 钟大夫 有心跳了 把换眼蛋给我看一下 马上做准备 按照筋定卖 临时进度起不起 好 慢点 帮忙 医生 名号怎么样了 情况暂时稳定 您可以进去看他了 谢谢啊 好 钟大夫 我爸爸情况怎么样 你父亲刚才发生了心里失常 应该是由于电解质紊乱引起的 为了避免停跳 和心衰等严重后果 我给他植入了气泊器 什么是电解质紊乱 他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有多种原因造成的 一个是连续高热 感染本身的原因 而为了控制感染 连续使用的几种抗伤所 也是造成混乱的原因 可是别人也手术了呀 你也说了我爸手术很顺利 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们是不是术后孕药不对呀 你父亲的手术很顺利 术前术后我们都使用了 常规抗伤所预防感染 但感染还是发生了 在我连续更换了五种抗伤所之后 情况还是没有得到缓解 很遗憾 你父亲感染的是耐药菌株 什么叫耐药菌株 就是对常规的抗生素 不敏感抗生素不起效 那就是我父亲的病 没药可治了是吗 必须要有 对症的联合抗伤所治疗方式 才有希望 张大夫不管 不管用什么药 不管是不是自费的 您尽管用 只要你能救好的 我知道 我们也正在做细菌培养 做药米试验 希望能尽快找到解决办法 能咬多久 可能需要十天 十天 希望这个过程中 你父亲能坚持住 那他要是坚持不住呢 如果真是这样 也请你做好心理准备 庄大夫 你是专家呀 就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拿毛钱 让您 работает 你也会告诉您 这才算是 你如何下行 你能够抗家 你什么都会 干脆 你 你这应该来 练到中国 庄叔 是我 这几天你一直没来电话 怎么样 我听说林皓的手术很顺利 你见到楠楠了吗 她还好吗 见到了 她很好 你还是没告诉她你是谁吗 没有 小斌 不要再坚持了 这个时候她需要你 你告诉她你是她哥哥 会让她心里更坚强啊 庄叔 这件事恐怕还不能让她知道 为什么 为什么 十年前你就找到她了 你不愿意去认她 可是现在 她自己来到了你的面前 如果你们兄妹相认了 总归是对你母亲的一个交代吧 你要是还有顾虑啊 等我回去 我来说 庄叔叔 难道她父亲 可能不行了 怎么回事 手术不是很顺利吗 她术后感染了耐药菌株 抗伤所不起效 这 这 君培养一时半会儿也出不来啊 那你们怎么办哪 我试了五种抗伤所 至今都不起效果 我可以再试 但是我真的没有把握 什么时候才能找到 我对她奇效的药物 甚至可能 这种药物目前根本就没有 她已经安装了心脏挤搏器 血添解脂已经紊乱 而且她的肾脏非常不好 随时可能发生肾衰竭 她坚持不到了 男男当年被拐走是我的错 是我没有去接她 后来她差点死在人贩子手里 是这两个好心人救了她 他们给了她一个家庭 给了她爸爸妈妈 即使他们没有告诉她是收养的 我依然感激他们 因为他们爱男男 可是现在 我连她的父亲都救不了 我这一生要亏欠我的妹妹两次 庄叔叔 我该怎么办 小碧 你要挺住 现在你不能放弃呀 莫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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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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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瑰 黄瑰你妈说 好吗 你爸身体平常就不那么好 受了这么大的伤 不会那么快就恢复的 不着急 我可是明明得手术是好好的呀 怎么现在突然又这样了呢 感染了之后 但是怎么现在就有了什么 耐药之处 这都什么病啊 听都没听过 不是 我觉得邓大夫已经很好了 对你爸那么尽心尽力 你看 他对别的病人哪有哪样的 林浩家属 测一下体温 谢谢啊 蔡伟家属 测一下体温 来 给你体温进 检查结果还不错 检查结果还不错 待会儿庄大夫过来看一下具体情况 你有什么事在叫我啊 嗯 妈妈 你说这个病人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为什么医生护士每次给他做检查 都要传颗链链子 他不会得的是传染病吧 不会吧 不会吧 他要是转染病 就应该出传染病医院了 我去吧 别去 换换 刘护士 我想问你个事啊 哦 你说 那个蔡伟到底得了什么病 他会不会传染 对不起啊 这是病人隐私 我不能告诉你 哎 刘护士 等一下 刘护士 我爸的手术那么顺利 可是后来情况就不好了 今天还上了心脏起泊器 说是感染加重了 这些情况跟他有没有关系啊 林小姐 你放心 你爸的病我们肯定会经历的 但是其他人的病情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 那就请你告诉我 他会不会传染 你还是别问了 你们每次进去做检查 都要穿隔离衣 平常那个人的家属 也从来不跟我们说话 要是平时的病 他至于这么躲避吗 我不问他得了什么病 你只要告诉我 他会不会传染总可以吧 我还有事 抱歉 来 来 在救灾期间 我愿第一时间启动了救灾应急机制 开放救灾紧急律测通道 基本确保伤患在十五分钟内 即可快速地出诊 轻创逢合急手术 在超符合接诊量的情况下 成功抵御了气性坏剧等感染的蔓延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拯救生命的奇迹 谱显了一曲又一曲 好了 老李 老李 你这个稿子准备得太早了吧 这不是灾后肯定要开表彰大会吗 我就先写上了 要是还有值得什么说的事呢 我再往里加 不是 这个 行 你先放这儿 去忙吧 好 好 好 行 那我先走了 您看看啊 喂 杨院长 院里情况怎么样啊 刚开完会 并未好几个 那军评养结果呢 还没出来 你当这是蒸馒头啊 二十分钟一剔 我这两天越琢磨这事 觉得越严重 你 你们医院要查 可千万别牵扯到我们公司啊 你不说器材没有问题吗 到底有没有问题 公司器材绝对没有问题 可是你也不想想 器材后边是什么 是咱们之间的关系 要是真有人关注这事 我们公司跟任何合作 可能就悬了 这还用你说吗 我比你更担心这个事 您担心什么 您不是院长吗 您把它摁一下不就得了 院长管什么用 现在什么长都管用 告诉你啊 那要郡主这个事 不死人还好 万一出了人命 那就麻烦了 方教授 庄大夫等一下 庄大夫 请你告诉我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其他患者的化验单 你不应该看 更不应该拿走 别人什么病我是不该问 可是我爸本来好好的 怎么就感染了呢 一直高烧 到现在连起搏器都上了 这都是在这个人 搬来之后发生的 请你现在明确地告诉我 这是不是那个蔡伟造成的 林怀 你冷静一下 现在是救灾的特殊时期 医院现在的情况是 患者多地方少 压力大 我们没办法保证 给每个病人 平时必须的医疗资源 但我们会严格遵守 隔离防护条例 保障每个患者的安全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套话 我现在就问你一句 这个病人 他是不是艾滋病 每一个患者的隐私 包括你的家人 我们都必须保护 对不起 我不能告诉你 其他患者的病情 还有 你私自去拿 其他人的话引单 这是对他人权利的侵犯 请你马上放回去 你说我什么都行 只要你把我爸治好 我请你 把这个病人 从我爸的病房挪走 请你相信我的专业所谊 把这两个病人 放在同一间病房 是因为我能够保证 在隔离措施之下 不会有互相传染的情况发生 请你把患者单给我 你给不了我满意的答复 我不跟你说了 我要找你们院长投诉你 我没办法 庄大夫 零号绣扬饱和肚鸡酱 您快来看一下吧 我马上来 快 出衬衣 三百六脚 钟医生好了 准备出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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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不行 C病二 快 回来了 又坏了吧 辛苦了 辛苦了 来 来 喝点 好热啊 来 累死我了 谢谢主任 等等 给你加点葡萄糖 往哪儿加 给我喝一口 这时候应该来一罐冰啤酒 你等回去吧 你等回去吧 上级说啊 我们医疗队明天就可以回夏琳了 回去啊 我请大家喝冰啤酒吃烤肉 顺便 给你把生日补上 真的假的 您还记得我生日呢 说实话我记不住 是陈绍聪打电话提醒我的 让我给你做点好吃的 谢谢主任 心意领了 我不过生日 为什么 我们家就这规矩 我出生那天我爸去世了 我把这个忘了 所以你也不用做了 咱们医疗队伙势还行 这医疗队的事忙完了 灰仁河也闲不住啊 是啊 听说院里出现了耐药菌感染 各科使现在应该都很紧张吧 已经发现十几例了 很危险啊 你抢救的那个林昊 也感染了 军培养一时半会儿可出不来啊 他那么大年纪了 过得来吗 很难说呀 庄树跟我交流过 他很不乐观 他给你打电话了 这个 急诊也有两个耐药菌感染病例 我们俩说了说 庄树这个人我接触不多 但是 我能看得出来他很要强 电话里 他对林昊这个病人还是很关注的 我能感觉到 万一林昊要是过不来 对他的心理伤害应该挺大 这次回去啊 你多劝劝他 让他心理负担不要太重 我明白 您放心 这些话他怎么不跟我说呀 他这个人哪 走到哪儿都是一副专家派头 跟我这个老家伙说说也就算了 怎么会跟你说呢 不光专家派头 他这个人说话 说半句留半句 您不觉得吗 你们小情侣之间这点心思啊 我不负责评价 我说多了 回头你们俩真诚了 我便恶人了 钟老头 聪明啊 董事 行 生日不过 吃碗长生面吧 我下厨 再给你家的长青盒包拌 再给我来罐冰啤酒 想了没 接会儿的数据出来没有 出来了 没有 薪摔三级 记性沉水 肝功能一张 发生多早衰了 庄大夫 病人醒了 丁院长 你觉得怎么样 大夫 我把我 撑不下去了 去 把我女儿叫过来 我有话要跟她说 谢谢 谢谢 你先去忙吧 好的 李先生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有些事不能告诉离婚 陈大夫 有什么意思 我敢请你 不要把离婚的甚至告诉她 为什么呀 你问那小名叫楠楠 她在后背上有块红色太极 对吗 你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是她的亲哥 怎么会 怎么会呢 四十年前 我母亲就在这家医院工作 后来因为一起冤案 被赶出了医院 我的妹妹蓝蓝 也被人翻了给拐走了 一直没有找到 我这次从美国回来 就是想澄清这件事 嗯 可是直到现在也没有什么进展 其实我早就知道 我早就知道 奶奶跟你们生活在一起 但是我看到 你们把她当亲生女儿一样养你 她也非常爱你和阿姨 她很幸福 嗯 如果现在 您把她的真实告诉她 不仅仅毁了她美好的生活 毁了这一切 这起冤案的压力 也都压在了她的肩上 这件事压在我心里三十年了 我不希望她跟我一起来长仇 这个事是对于她来讲 带货残货带不公平 所以我更请你 不要这么做 丁叔叔 丁叔叔 谢谢你养育了她这么多年 请您相信我和你们一样爱她 所以我求您了 不要告诉她了 我父亲怎么样 情况很不好 我们进行了讲究 你们还没有把那个病人转走 对吗 李小姐 我知道你对医院的安排很不满 但是我希望你明白 我也失去过亲眼 我了解那种痛苦的感受 请你相信 我在尽一切努力 挽救你父亲的生命 但是也请你做好心理准备 接下来多陪陪她吧 还有 还有 刚才一位姓张的阿姨 让我转调给你一点东西 我放在桌上了 什么东西 她说是你最喜欢吃的 她说是你最喜欢的 庄大夫说了 你现在情况挺好的 不会有大问题 感染很快就控制住了 你妈来了 快叫她来 我知道 我给妈妈打电话了 她已经在路上 很快就过来了 黄黄 你太久没练琴了吧 练一练吧 爸爸 你现在需要的是休息 小的时候让你练琴吧 你总是找各种结果 大了还这样 练会吧 爸爸想听 我肯定是你 你肯定是你 我肯定是你 我肯定是你 你肯定是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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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继续 先远连 再去人民都安置好了吗 我们这儿的危重商员 已经送回仁和了 剩下的一些轻伤患者 也已经转送到 各县的医院里去了 好好好 不错不错 你们这次任务 完成得非常不错 赶快回来 还有很多活等着你们干的 程老聪 注意点你的口气啊 主任可在我们这头呢 这总算是熬到头了 你都不知道 这几天啊 有时候我做梦 都以为自己在缝合 被自己吓醒了 一睁开眼 我果然在缝合 行了 行了 知道你累 知道你辛苦 这次钟主任和陆晨熙不在 可算显出你来了吧 这话你说对了 就是因为平时他们都在 他显不出我这块金子 我现在才知道 陈绍聪对于人和急诊 那意味着什么 我去你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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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早干完 早回家 杨宇 别打电话了啊 主任 陈绍聪的电话 你要不要说两句啊 不聊了 回去再说吧 快点啊 哦 还有事啊 钟主任你又不是不知道 临走了也不能陷着 他刚接手了疾控中心的几个消毒区域 我们现在要去做灾后消毒呢 上车了 走了 走了 行啦 我不说啦 我干活儿去了 注意防护啊 知道啦 今早这位患者的体温是36度2 白细胞 红细胞的指数都倾向正常 多注意休息啊 你们查房去吧 我们课所有住院患者 四人有发热症状 其中三人 普通抗生素治疗已经明显好着了 只有一名 特别监护的直肠癌复发患者 抗生素无效 持续高热 有感染性休克症状 正在隔离 我们课到精神维持 还没有发现新的疑似 都从耐药菌株感染患者 看来这批联合抗生素是有效的 好 马上把这几种抗生素进行全员推广 给所有干扰耐药菌株的患者 立刻试用 好 你今天必须得我们一个解释 当你手术 是不是当你手术 你必须要说清楚 你什么都不说 我们安心吗 别冲动 别冲动 大家别冲动 同病房的病人病情恶化 跟蔡伟没有关系 什么叫没关系 没关系你们为什么掖着藏着 每次检查的时候 拉屏风穿隔离衣 那么给我们检查的时候穿过吗 穿隔离衣是为了避免交叉感染 你们不要瞎猜 这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人家老林手术本来挺成功的 人都恢复了 就是这个姓泰子进来以后 他就并非感染了 我们能不害怕吗 就是啊 我们亲人都住在病房里 就是你让我们大家都不放心 你们大夫能不能较心比心啊 讲不下相亲比心 对不起 大家让一下 没事吧 没事 各位 在医院里面只有三种人 病人 家属和医护 我们的心情跟你们大家是一样的 都希望每一位患者 能够尽早好起来 你们的亲人是人 他的亲人也是人 也有自己的权利 所以请你们大家不要再为难他了好吗 我们可以不为难他 但是你们和他隐瞒信心 就是对我们大多数患者的不负责任 对 对 国家有关法律规定 每个病人的病情 都属于个人隐私 我们作为医护工作者 必须予以保护 他跟我们不一样 他得的是传染病 他就不应该跟我们在同一个病房 病实量 别病实量 我们要保证 每一位患者都得到有必要的治疗 而什么是有必要的治疗 由我们来评估 如果你们当中有人不相信 我们的专业水准 那么请你们自行联系其他医院 啥呀 啥呀 你不相信 我们传染病的人 在这儿要祸害别人 我们为什么要专走 你们一般让他专走 对呀 对呀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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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医院 谁要是干扰了医院的正常秩序 我们是有权请他出去的 如果不服从医院管理 我们只好报警 请警察来处理 小厨 你带别人家属先回病房去 医院长 你们胸外科 在普通病房放了一个传染病人 这件事你知道吗 医院里有很多患者的病 都可能传染给别人 胃肠道感染 气形坏局 呼吸道疾病 都带有传染性 那你们怎么能够保证 这个传染病人的防护绝对完善 这里是医院 是给所有人治病的医院 你要是问我要绝对完善 我可以告诉你 没有 我们大家 不管是患者还是大夫 都得过病 有的还得过传染病 你们见过哪个医院哪个大夫 把得病的人不管赶出去呢 那不一样 这个人得病是脏病 他干过什么事谁知道啊 就算他以前有错 他已经用自己后半身不能痊愈的代价了 受到了惩罚 没有任何人 有资格来判定他是该死还是该活 更没有人能告诉我 他是该治还是不该治 他如果犯了罪 有法律来管 只要没有法律来告诉我 他不能治 那么 这个病人我们必须管 我还是这个医院的院长 我说话算话 如果你们的亲人 在这个患者身上 引起了感染患上的疾病 那么我负全部责任 我话说完了 你们有意见 可以到医务处去反应 现在 请你们回到自己病房去吧 好了好了 都算了 算了 请回去吧 好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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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大夫我必须说清楚 他们闹事不是我专动的 你可以不相信 但是我必须告诉你 我不赞成他们的做法 我相信你 庄大夫 感谢你救了我父亲 但是我也不认同 你们对这件事情的解释和安排 如果是因为你们 没有处理好这个病人 造成我父亲的术后感染 那么我会追究 人和医院的法律责任 这个我早就说过 国内大众对疫情 这个认识观念和美国不一样 不能拿美国民众的意识 来想当然 同病房或者同病区 其他患者即便有正常死亡的 也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联想 他们可不管我们是 超常接诊量的特殊时期 只会说我们对患者的 生命安全不负责任 可如果我们不接不作为 那种情况下你让他怎么办 如果他真的出现了生命危险 反而是我们对患者负责了吗 你在美国考执照行医那么多年 观念不一样了 国内对这个病的认识 就是简单理解 往往和患者的道德品质挂上钩 我们做医生的 能用道德标准选择患者吗 不能 但是现在人人都有上网 大众会对我们进行道德评判 进而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工作 这也是事实吧 如果我能放下职业道德 按照感情号我去选 我其他的患者都可以不接不管 什么艾丝病 气形坏剧 什么胸腹联合手术贯穿伤 我只守着林浩这一个患者 不要说气话了 现在病人们谈艾色变 也不是他们的错 情有可原 既然现在手术已经做完了 跟传染病医院联系 尽快把这个病人转过去吧 我已经派人去联系了 今天早上 各科把耐药菌株患者的情况 汇总了一下 第一批联合抗收素已经起效了 骨科 普外都有患者开始好转 我已经把这个治疗方案 在全院推广了 相信感染很快就可以控制住 真是个好消息 张教授 你还有什么顾虑吗 林浩的情况很不乐观